本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之意見 敬請留言 傳統上銀行對一個經濟對一個社會很重要 譬如我們存款銀行或貸款銀行 就不是單純作為一個服務 因為銀行可以提供的不是利息或借錢這麼簡單 而是提供很多信息 而特別是銀行給很多人的感覺有個信用 是可以依靠的 不是說今天和他們做生意 賺錢之後就不會見面的 可能是10年 20年的 所以對銀行來說信用是很重要的 而對整個社會來說銀行不是一般的企業 隨便為了賺錢就可以做任何事情 反而整個經濟 整個社會 這個信用用銀行的信用去支撐整個社會 同時是同一個力量幫助社會發展的 所以對銀行來說 政府也好 社會也好 是不會當一般的企業的 之所以很多時候當經濟有問題的時候 銀行會倒閉的時候 就不會隨便讓它倒閉了 很多時候政府會用公帑幫它 甚至很多社會都會支持它 這屬於是因為銀行是這麼特殊的時候 就不能夠很簡單說銀行為了賺錢 任何事情都可以做 銀行要考慮不單是一般企業 所要求的企業的社會的責任 更重要就是銀行是兼負了 和整個社會是共命運的 如果經濟社會好的時候 銀行一定會賺錢的 而在這個過程中 銀行的信用 銀行對社會的投入是很重要的 很可惜這次的金融危機 是凸顯了銀行整個體制出現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 似乎銀行不是很重視信用 而太過著重銀行自己賺錢 而很多的衍生工具 很多的信貸方法 似乎是不符合整個社會發展 包括很多不是欺詐 但至少有些將風險 是惡意轉嫁的因素在那裡 而在推銷方面也有問題 所以銀行出現的問題 不單是帶成銀行本身的損失 不單是管理層 或者銀行是職工 或者銀行會倒閉 這次美國的風暴 看到就是 美國出現的問題 甚至牽連其他國家 牽連其他國家的銀行 牽連其他國家的人民 所以銀行這件事 就不能夠隨便 當成一個市場經濟的某一部分 普通企業處理 所以從這次金融危機看到 就是當銀行要倒閉的時候 政府一定靠它 甚至銀行還沒有倒閉的時候 政府容易干預 注資 甚至好像英國政府 是政府接管了它 臨時國有化 因為銀行管理層不行了 政府要代替它 這樣的做法不是為了救銀行 不是為了救銀行的 股東的利益 而是為了穩定性的社會 穩定性的經濟 回頭看香港 我們香港今次受的 金融危機的衝擊 應該原則上 不應該好像美國那麼嚴重的 但結果看到我們 股市跌是比美國跌得更加厲害 而金融市場的恐慌 譬如中小企業的問題 以及房地產問題 似乎是比美國更加差 為什麼呢 我覺得主要因素就是我們政府似乎是沒有做事 看不到其他國家政府所做的事 我們應該是效法 譬如說香港的銀行為什麼不減息呢 其他政府都減息了 香港為什麼不減息呢 以往美國減息 香港跟隨減息的 但今次美國一次兩次減息 香港銀行不跟隨 金盤有減息 銀行不減息 就是等於銀行賺多一點錢 就算拆息是比較高的 根本可以是注多一點資 將拆息降低的 今次情況就是 中小企業 或者銀行貸款方面 很多房地產都想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銀行不單止不減息 甚至加息 收緊信貸 就等於銀行唯一賺錢的時候 是將香港整個經濟是捏住它 而捏死了之後呢 銀行又怎樣呢 香港又怎樣呢 中小企業 香港修羅斯 韓 韓 致